在台中出現這名夜市騙子 這個東海夜市最近好幾間店家 遇到了這名男子 他洋裝成攤販的員工 到處借錢說是要找錢給客人 就前一到手立刻拔腿就跑 就是這名大騙子 一進到美術社直接朝櫃台走去 看到只有一名女店員 這時候她是開始使出了 三寸不爛之蛇的功力 死命的向店員借錢 她就跟我說 她現在他們店裡很急需要用錢 因為公主生還沒有回來 在那邊等要買東西的客人急著用錢 然後她就說 她可不可以先來跟我借一點 然後等一下再還我 女店員新一軟 從抽屜掏出了十張白花花的百元鈔票 一看到錢 男子這時候眼睛一亮 竟然又有獅子大開口 她就首先先跟我要了十張一百 然後再來是一張五百 然後再來是十張一百 她就是喬裝得很逼真啊 上面又有那種 就是很像沾到東西 很像做乳味會沾到東西 然後就對 我觀察一下 然後覺得還蠻像的 男子一連記得三次 兩千五百塊就輕鬆的入袋 但其實一分鐘前 他到隔壁條巷子飲料店 一樣使出了同樣的招式 結果吃憋碰壁 男子不死心 跟他又轉到美術社 一路詐騙店家 那個可能很急 他是跟別人換的時候 那個朋友還很遠 他說先跑跟我們換擺操 五百都沒關係 大學生很清秀 對 女婦不像騙子啊 追民夜市騙子年約三十來歲 高高瘦瘦的戴著一副黑狂眼鏡 穿著深色的衣褲 招搖撞騙 選向熱鬧東海夜市 鎖定只有一個人 固定女店員下手 洋裝成公讀生 一路裝熟借錢 記清楚這個人的樣貌 下一次看到他 小心別把荷包打開 上當了 最新新聞李牧章方品文台中 採訪報導